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DNA Design MPM-6 Upgrade Kit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這一次在盒子的正面非常有意思喔 有Mojo一個吉娃娃的圖片 那雖然是吉娃娃呢看起來好像蠻兇的喔 呃兇屁啊你 下面DK-12 MPM-6 Upgrade Kit 側面有文字圖片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武器配件以及安裝上配件之後的樣子 還有一個Mojo 哇這個是我最想要的東西 另外一面沒有什麼特別的 下面上面那這個盒子呢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它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真的是一張的 然後它是正反兩面都有 那廠商在寄給我的時候說他們這個背後安裝的說明書是有一點出錯的 它有附上一個說明的影片 在DNA Design的官網它也有PO上這段影片 背面有示範這個配件可以把它收納在車子底下 武器也是可以安裝在載具的後面 那這些對我來說都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人型之下這個配件包表現的如何 這個東西呢先把它丟到裡面去 那內容物方面它有一個背扣的補件 這個東西呢就是為了解決這款Ironhide 兩邊胸口不能固定的這個問題 那雖然我之前有出過一部影片 跟各位分享怎麼樣把它固定的比較好一點 不過你在把玩的時候它還是蠻容易就鬆掉 這個時候這個東西就幫了大忙了 那它是有一些細節刻畫 局部也有上銀漆 翻過來看的話 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邊就是它跟背後的一個結合點 然後在這邊有兩個關節 你在變成載具的時候你可以收納吧 我是沒有把它變成載具過了 那現在是凌晨5點多 我趁著要送K寶上學之前呢 跟各位來錄這一集分享 這兩個關節在人形之下你要活動的時候它也可以起到一個可動性 待會再來跟各位示範一下怎麼安裝 接下來它有附帶兩把武器 那這兩把造型是有些許的不同 兩面都是有細節刻畫的喔 不像官方喔 那在一些局部也有上銀漆 前面的刺刀它是可以拔起來的 反正這個東西呢你就是搭配Ironhide嘛 它就是武器專家 你給它越多武器它就越像一個武器專家嘛對不對 然後呢它這一次這個 手臂上面的這個補件也是可以安裝在這個武器上面 就是這樣子滑進去喔非常的舒服 所以說這個東西你在變為載具的時候 這些配件都有收納的位置 這一點來說是蠻不錯的 另外一把也是一樣喔 這邊也是有一個手臂的補件安裝在這個地方 有點類似彈夾的概念 那在人型之下呢它也是可以收納在背後 安裝在背後我覺得看起來最帥 待會再來看一下 然後就是這一次這個配件包最重要的一個主體 也就是這個Mojo 哇 Bad Mojo Bad Mojo你不乖你壞狗狗你亂尿尿 這個東西呢就是在電影裡面 Sam Wiki Wiki它養的一隻狗喔 你看這邊還有打石膏跟電影裡面一樣 有螢幕呢它就是在Ironhide的腳上尿尿 非常有趣的螢幕 那也是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螢幕 這個Mojo體積非常的小 那有一些細節塗裝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尿呢則是看起來非常的大補喔 那它是從底部這邊噴出來的 使用的是一個軟膠件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喔 你就可以在擺飾的時候 擺在Ironhide的腳旁邊 然後就Bad Mojo你Bad Mojo你不乖 這個東西不錯很有趣 我很喜歡 所以呢輕輕的把它放到旁邊去 接下來就廢話不多說 跟各位示範一下這個背後的古件如何安裝 首先要把它的背後這邊把它解開來 把它鬆開來 稍微的打開來 接下來呢就可以拿出這一塊古件 在這邊有一個凸就是要插到這個縫裡面去 然後在兩側呢都有這個特別的形狀 這個形狀就是要跟肩膀的這塊部件跟它吻合起來 把它滑進去 那安裝呢其實非常簡單就這樣子 很簡單啾就滑進去了 把它按到底 然後中間呢稍微對一下把它督進去 其實還蠻簡單的 另外一邊這個肩膀也是一樣把它滑進去 那基本上這個安裝就差不多了 非常簡單喔 然後在輪胎的部份它這次也是可以固定的 你可以把它推到一個定位 這邊會有點卡要稍微避開 往下拉一點把它塞進去 另外一邊會比較好塞把它直接推進去 哎呀進去哎呀給我漏氣 好像也是有點卡卡的 Lady卡卡 那這裡面呢是有一些部件要閃過這個它的補件 它剛好會卡在這個位置輪胎還是可以轉的 兩邊都卡進去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輪胎也是就固定住 接下來呢要把背後這一片把它折 把它往下折 然後這邊就會跑出一個凸 這個凸就是要跟背後這個地方把它扣起來 然後下面這個黑色的這個東西呢要穿過這個洞 把它穿過去 接著就可以把它做一個密合把它扣進去 推緊 那它會扣的還蠻緊的 旁邊這兩塊東西呢再把它折起來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如此一來這個背部的安裝工作就完成了 裝上這個東西呢 您看看啊各位 這個胸口完全不動如山 你再怎麼把玩它也不會掉 這個非常讚非常不錯 裝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背後的造型也有一些填補起來吧 那除了胸口這個問題之外 手臂這個地方也是扣不太緊 搞什麼鬼呢真是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拿出它這個 黑件把它拿出來 把它翻到另外一面來看 裡面有兩條縫 一條縫比較細一條縫比較粗 這個東西就是要讓你扣在這塊玻璃的上面 這個東西就是 有一條縫的地方把它朝下 然後把它扣進去 這個時候扣的並不會說很緊 它會有點彈起來 各位你們看 這邊扣進去它有點彈起來 那這個應該是大貨前的樣品 希望它們這個大貨的時候可以再把它調整一下密合度吧 但是呢這個東西雖然說沒有很緊 只要你把它跟手臂這邊扣起來 手臂這邊有一個凸 剛好對應這邊有一個洞 那這個東西呢就把它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呢基本上這個 這個東西它就不會掉了 非常不錯 非常讚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清楚 我們再來一次 把這個東西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把它裝在 門板這邊就直接把它扣進去 接著再把手臂的凸跟這個做一個結合 扣起來之後 基本上也不會掉了 如此一來 胸口以及手臂的問題就解決啦 耶~~ 哎呦靠 衝什麼 那剩下這兩把武器呢 刀你是可以把它拔起來 安裝在手上 槍你也可以讓它握 這個東西我不特別示範 它是可以收納在背部的 給各位稍微演示一下 安裝上這個補件之後 這邊多了兩個洞 那槍呢在其中一側都有一個凸 有凸有洞直接把它 鬥進去就好了 哦 哎 哦 哦 蠻緊的 嗯 還不錯蠻舒服的 另外一邊 也把它插進去 好 那這個武器安裝也就完成了 這個後面這兩個門片呢 是可以塞到這個武器的下面 剛好也可以遮住這個門片 安裝上這個武器之後這個Ironhide 看起來就更有霸氣了 這個應該不是我自己隨便講的吧 你們說看起來有沒有比較帥 我個人是覺得有啦 那我們再拿出這個配件包的主體 Modio 擺在旁邊 哇 Bamodio Bamodio 那背後這個零件呢是可以收納在載具的底部 這個我就特別示範了現在快6點 饒了我吧 那這款DNA Design DK12 MPM6 Upgrade Kit 解決了這一款鐵皮最大的問題 安裝方式不需要動到螺絲非常簡單 那裝上的效果可以說是加分了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手上有這一款鐵皮的人 我是非常推薦你再加上這個配件包的 那今天這款MPM6 Upgrade Kit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